這個是總統的旨意 不是行內院長的旨意 誰來做行內院長這個案子還是要過的 蘇貞昌找了陳耀強 找了任志祺的主委 然後跟他講說 這些東西程序都已經完備了 那你說要拖到公投後 公投後要趕快排 然後這個沒什麼好拖延的 就讓人家在很快的速度裡面拿到執照 小英統就立刻告訴蘇貞昌 他們每個禮拜三會開會 就立刻告訴他說 這件事情人家已經做得最嚴格的處理 就是我們的內容跟那個光章誠 沒有理由去拖人家 那你一定要趕快去處理 我要來質詢 詢問有關靜電室執照的問題 我們知道從靜電室申請直到到NCC通過審議 甚至到最近的TPBS被有限電視業者 申請要移屏 然後原頻道計畫由靜電室取代 所以社會各界一直質疑 有政黨或者是府院高層 這些政治力的介入 甚至有直達總統府 那也有媒體報導 靜電室真正的老闆 也就是靜週刊的社長裴委 他可以直接打電話給蔡英文總統 也跟民進黨各方勢力都非常要好 那我今天要請問院長 那陳耀祥主委你旁聽就好 你不必回答 那請問院長對於外界質疑 府院高層政治力的介入 你是否相信 蔡英文總統不會介入這種事情 好 院長 你說的府院高層 府就總統 院就是我嘛 不會 不會 好 謝謝 那再來我要請教院長 就是 我們也看過 就是根據媒體的報導 過去一段時間 不管是院長 或者是行政院的發言人 也都一再否認有干預NCC 特別是在電視的執照的案子上面 院長你表示呢 獨立機關NCC 依法行使職權獨立運作 政府不會干預 請問院長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 是 好 謝謝 那院長你是否同意 政府不可以干預媒體的經營權 不可以將黑手伸入NCC 請問你同意嗎 同意 是 謝謝 好 再來呢 請問院長照片上這個人 你認識嗎 您知道他是誰嗎 他叫裴偉 好 謝謝 他是裴偉 沒錯 那這個裴偉是金鐘灘的社長 也是進電視的大股東 大家都說他 他跟民進黨往來密切 過重聖密 那 就我知道的 就我知道的 所掌握的這個檢舉資料 裴偉他在2021年7月16號 當天晚上 因為 今天是在NCC外部委員的審議的進度上不順利 那裴偉有用LINE傳訊給所有的大股東表示 已經有跟府院抱怨要他們給NCC壓力 院長請問有這樣的事情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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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那院長 再來就是說這張簡報上的文字 是裴偉在去年12月17日 進電視的股東會議上面講的話 裴偉在會議上跟大股東說 蘇貞昌找了NCC主委陳耀祥 明確要求陳耀祥 在很快的速度 讓進電視拿到執照 行政院直接告訴我的 叫我們放心 那我要請問院長 請問有沒有這件事 你有沒有早晨要想關心紀念室的申請呢 委員 你秀的這一張日期是2021年12月17日 對 那現在已經2022年9月了 可見 這一件事情 那你引述的這個內容 結果也不是這樣啊 好 沒關係 那院長我們來踢一段錄音 那請放錄音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今天要來聽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是會排在27號那個禮拜 不過我們今天才得到訊息就是 我們的回答問題送進去之後呢 然後那個蘇貞昌找了 蘇貞昌找了那個陳耀祥 找了NCC主委 然後跟他講說 人這些東西程序都已經完備了 那你說要拖到公投後 公投後要趕快排 然後這個沒什麼好拖延的 就讓人家在很快的速度裡面拿到執照 這個部分蘇貞昌已經 明確跟陳耀祥 因為我們今天是 秀貞昌直接告訴我 就已經做了這樣子的安排 故意叫我們放心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應該 應該是會 應該比較順利的話 會在12月底之前拿到執照 好 好院長剛剛的錄音就是培偉的聲音 就是他在 那一天的股東會議上講的話 那我要再請教院長一次 到底培偉有沒有打電話給您 您有沒有找陳耀祥來施壓呢 沒有 好謝謝 那再來就是要請問院長 就是說在那一天的股東會議上 培偉甚至還說 他就跟小英總統反應那一天的情況 也說NCC無理取鬧 那小英總統 立刻告訴蘇貞昌 沒有理由拖人家 要趕快去處理 那我再讓院長聽一下這段錄音 好請問 我想說也是給蘇貞昌說一條報告 就是說我們 總長12月1號去做面試以後 因為NCC那天問題非常離譜 那問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我們也都很謹慎的回應 當天事情一過以後 我就跟小英總統反應那一天的狀況 說NCC其實很無理取鬧 然後那個禮拜 小英總統就立刻告訴蘇貞昌 他們每個禮拜三會開會 他就立刻告訴他說 這件事情人家已經做得最嚴格的處理 就是我們的內容啊 跟那個光章誠 沒有理由去拖人家 好 那你一定要趕快去處理 所以 好院長就是說 我要請問蔡英文總統 或者是總統府的人 有沒有交代你要去施壓NCC 嘿 總統跟我啊 都是一對一 那你看 總統跟我講話也不會這種口氣 這三年多來 總統相當對我做各種事情 他非常的客氣 那另外一方面 總統也從來沒有交代我這種事情 是 謝謝 所以院長你否認我尊重 那所以你認為裴委會在說謊嗎 我不曉得他怎麼樣子 以及你說那個聲音是他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熟也不能判斷 不過你講的這個內容 問我的這個內容 我已經明確很簡單明確的告訴你 沒有這樣子 謝謝 但從結果看也不是這樣啊 好 謝謝 那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當天的錄音 還有一段 我們再來聽一下 所以呢 我們當 我們就等他的回應 等他的補充資料 補充資料一下來以後 我們立刻就在星期三回應 我們本來是希望 他要脫過風頭 才決定我們的案子 回去 然後我們就通知 那時候 我們就通知行政院有這件事情 那一天 蘇貞康就立刻找了陳耀祥 然後他講完以後 他就說一句話 他就說 你這個主委哦 不要做到好 我給人家 他就說 本來 本來好像 好像 有一些 那個 變成 沒有 沒有 就說 我本來好像 可以說 我給你一個 不然 有這個變成沒有 他說你不要做成這個樣子 所以那天 他就 立刻把陳耀祥叫過去做 所以 後來 行政院就告訴我們說 依照他們的安排 應該就是台27號 29號那個快過 然後一次會都會幫我們做 代付場所 目前得到的訊息是這樣子 立刻的話 大概就不夠開 對對對 因為我們都是自己股東 我就 我就把我們 目前 長期以來 協調的結果跟大家講 這件事情是 那個 總統 甚至 府方的人 他是 用那個洪耀祥做代表 去告訴陳耀祥說 你不要以為 那個18號公投 如果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他會換行政院長 然後這個案你就可以拖 這個是總統的旨意 不是行政院長的旨意 誰來做行政院 這個案子還是要過的 他就明確的告訴我 告訴陳耀祥 好院長就是裴偉從錄音 錄音帶的聲音就是聽到他說 說院長你立刻找了陳耀祥說行政院 會依照安排 應該就是排27、29號那個禮拜會過 那裴偉甚至說這件事情是總統的旨意 不是行政院長的旨意 洪耀祐是代表去告訴陳耀祥 那他這樣的講法就是在跟禁電室的大股東表明 黨政高層、府院高層有介入 那干涉禁電室的這個執照的審議有去施壓NCC 那我還是要再請教一下院長 到底蔡英文總統或總統府有沒有打電話給你要求處理這件事情 沒有 好謝謝 謝謝院長的回答 那我也請議事人員將以上的錄音內容 逐字列入議事記錄刊登公報 好那今天呢我們很遺憾 因為我們也是接到這個檢舉 那裴偉有這樣子的說法啦 那院長就是 我們知道禁電室這個審議執照的過程有許多爭議 那今天也有在野黨要去控告禁電室 所以社會大眾都睜著眼睛在看這個事情 看看府院高層、黨政高層到底有沒有黑手來介入 我想社會自有公平 那我在這個多次的交通委員會 也提出要求設立這個調閱小組 來要求調查今天是這個審照的這個過程 那請問院長你是不是同意 應該要透過這樣的程序讓立法委員代表人民 來進行調閱相關的資料 讓一切公開透明 來說服大家 請問院長是不是同意呢 立法院的運作有相關法規的規定 我們對立法院的運作都是尊重 好謝謝那我也希望執政黨能夠配合 這個不要去來反對調閱小組的成立 那再來我最後還是要強調 政府不可以干預媒體的經營 不可以將黑手滲入ACC 凡事都會留下紀錄 那很遺憾就是說在審議的過程 執政黨在立法院黨團這邊 都還是不願意公開 讓我們也覺得非常的遺憾 好